我老婆跟小孩在池子里边,小孩先上岸,小孩当时呢,就惊叫一声,就哭起来了。 他妈妈扭身一看,小孩摔倒了,手部的话,后来检测骨折。 那个池子,变滑的池子,当时我是没有看到警示标志的。 王先生说,女儿今年5岁,当天就摔倒在池子边上的这个木制平台上。 医院诊断,幼齿饶骨,远端骨折。 酒店工作人员两次陪他们去医院,付了3000块钱左右的医药费。 王先生表示,现在女儿已无大碍,但是两个月来,妻子因为要陪女儿一直没上班, 希望酒店方面赔偿务工费2万元,以及女儿的营养费3000块钱,一共2万3。 一番协商下来,对方只愿意赔偿2000块钱。 后来夫妻俩也做出了让步,提出赔偿15000,酒店还是没答应。 4月19号,双方再次协商。 我爱人说,那马上对方承担个营养费,3000块钱好了, 护理费2万钱我不要了,对吧。 要跟对方反之后,对方感觉我们这个态度让步了,软弱了。 他们最初2000块钱都不想承担了,只是说, 我只能帮你申请到两张酒店的入住券。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平台,平的地方,没有台阶的,知道吧。 然后我们温泉运营到现在,所有有台阶的地方我们都切了。 他说当时那个台阶上有水,很滑。 那温泉去的话,你肯定是有水的,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吧。 这位先生一开始就是2万3,不去说别的, 我们所有的医药费我们全部去承担,再给这位先生两张房券。 张总监指出,在事发温泉池入口,有小心地滑的提示标志。 整个温泉区也有安全提醒,请照看好同行的老人以及儿童, 以防滑倒摔伤。 张总监说,之前他们愿意从人情方面考虑,拿出2000块钱现金, 但王先生先后提出了23000和15000的赔偿, 双方差距过大,没有谈拢。 最近一次协商,王先生又提出3000块钱的赔偿, 他们也无法满足。 说实话,这块东西呢,我们也是建议走司法途径, 那该是我们承担的责任,你别说1万5,就是15万, 我们该承担的责任还是承担。 王先生打算采取其他途径维权。 1818黄青眼记者报道。 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Of 人数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